这个小孩受伤会非常严重 一般的狗咬人 它咔的咬一口就会胸口 但是斗犬咬人不一样 斗犬咬人之后 它会疯狂的甩头 咬到手的话手筋断 咬到肉的话 那块肉就会报废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 就是被斗犬攻击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自保 有很多人说 我养的狗 它从来都不咬人 它非常温顺 其实狗它就是狗 无论你养的是德木犬 还是拉布拉多金毛犬 它都是有咬人的概率的 狗它毕竟是狗 特别像这种高温季节 是咬人最频繁的季节 温度一高 狗会变得非常暴躁 有些平时非常温顺的狗 温度一高受到应激反应的话 它就会出现咬人的情况 会出现反主的情况 咱们养狗的人一定要切记一点 狗它永远是狗 它不是人 它没有逻辑思维 它非常容易受惊 会起到应激反应 胆子大的狗 等级地位高的狗 它会主动攻击人 胆子小的狗 咬人概率也是最大的 它会受应激反应 被动攻击 所以出门遛狗的话